想要她为你挡风车雨是吧 谁知道风雨都是她带来的 其实一个女人在这个舞台上 在说一只螃蟹的事情 在说我脚疼要去坐车的事情 这已经是一件很悲哀的事 你跟她在一起八年 她不在家的日子里 是你帮她照顾父母 付出的太多 觉得不值得 但扔掉 又觉得已然付出了这么多 又会太可惜 的确男人有些事情是不懂 是要女人教的 但有一些事情是本能 我女儿出去吃饭 还知道兜里给我揣个鸡爪呢 她看见我手疼还会给我吹一吹呢 这是需要人教的吗 这是人的本能好不好 如果没有 只能说明你心里压根就没有她 桌上所有好吃 当然得给自己的妻子留一留 脚肿了当然应该打车 甚至背着她走 这是需要教的吗 如果这也需要教的话 这样的人太悲哀了 你嫁给这个这样的人 更何况到现在已经回家了 辞掉了工作 她宁愿每天早上 躺在床上睡懒觉 对不对 对 至于那些什么马桶上放什么 那个不重要 那是生活习心的养成问题 但我只想说作为一个成年男子 他有没有心放在你身上 我不是说他不善良 而是接下来要说到你的问题 因为你长久以来这八年你就告诉他 我不会累的 我也不会痛的 我就是个机器人 我扛得住的 但你扛都扛了八年了 你今天说你扛不住了 你说你要成熟起来啊 你要帮我分担 那怎么可能呢 是你自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 别人无需关注 无需去疼爱的一个角色上 这会儿你要爱 别人一吃饭 或者怎么掏给你 其实刚才在场上你说有些话的时候 其实让人挺寒心的 但是反过来想一想 问题是双方互相所促成的 所以今天你要告诉他的就是 我是个有血有肉的人 我也会累 我也会伤心 我要被尊重 我要执房间 所以既然是夫妻 这八年我累了 如果从今天开始 你依然把我放在一个 无足轻重的位置 对不起 现在说再见还来得及 刚才主持人问你说 你以前就了解 他是什么样的人吗 你说现在看来 好像不是太了解 因为是异地的 行啊 那现在回来了 可以好好了解 如果了解到 的确彼此不适合 没生孩子还来得及 但如果了解下去之后 你觉得他变好了 那你们就像重新开始恋爱 和婚姻是一样的 但是我希望待会儿 在60秒的时候 你一定要感谢这个女人 对于你父母的付出 你明白吗 不要做个没心没肺的人 对 好 谢谢陀老师 其实我们把几位老师的 观点都梳理一下 你会发现有几个问题 都存在于这儿 第一 老师们劝你 不要怀着对未来的害怕 去生活 那就是更阳光更开心地 往前走 要不要孩子 你们俩去协商 这是你们俩自己的事情 一个男人通过教育 能不能成长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但是关键是 不是你要教育他 你是要提出要求的人 你是要他明确 顺其自然 别太担心了 你们的生活 一定要顺其自然 有些人就是缺这个 他天生他大条 那个神经上面他就没有 有些人就特别细腻 你们看着办吧 接下来一起进入 真情60秒 今天在这里听了你说了这么多 才知道原来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 我之前确实做得不好 以后我会为你而改变的 我相信我的改变 会让我们以后的生活 越来越好 我会更加爱你 更多地去理解你 为你着想 孩子的事 我听你的 你说要就要 你说不要就不要 感谢这八年来 你为我和这个家的付出 媳妇 对不起 好好好 听其言 观其行 谢谢两位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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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关门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网 腾讯视频 私物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 居里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看选择吧 请开门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去吧 来 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媳妇 这么多年来 确实太对不住你了 是我 确实做得不好 我以后会改的 我会为你为我们这个家 多多去改变 会为了你着想 会多爱你一些 以后我回来了 我会把我那份 该承担的责任 承担起来 像个男人一样 把这个家撑起来 媳妇 我爱你 多多距离 来天能回应 在爱里等着你 未来变得那么清晰 在爱里全是你 思念让心跳